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导游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六道轮回中的夫妻缘分都不过是了缘而已 了善缘或者是了恶缘 夫妻之间的缘分有多种 前世是夫妻 今世仍是夫妻 很难得 最常见的也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 前世可能是母子 妇女 兄弟 姐妹 甚至可能是家中的一条狗 一只猪 今世为夫妻 更甚者 前世是仇人 今世为夫妻 而相互的折磨 只是我们是凡夫没有神通 我们看不到我们前世的姻缘 只因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心念都在重阴 当放不下一个人 乃至一个动物 到了某一世 姻缘果报成熟的时候 可能又会以 妇女关系 母女关系 夫妻关系 朋友关系 手足关系 来延续这种放不下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自会巧妙安排 不以我们个人的喜好为准 所以在轮回里面 人和人的关系 从多生多世来看 其实是非常混乱不堪的 甚至是无法接受的 可是我们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有六道轮回 因果报应的关系 所以就在这个痛苦当中呢 不能自拔 这个婚姻呢 有很多很痛苦的故事 我就听过很多 其中呢 有一个朋友呢 在中国呢 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非常有钱 有势力 但是我这个朋友呢 婚姻特别的不幸 前夫事业有成 但是有外遇 最后不得不离婚了 他离婚以后呢 有美国的同学呢 就让他来美国 给他介绍一个老公 但是他当时呢 没有准备好来美国 一晃啊 就是七年过去了 后来因为儿子来美国读书 跟着儿子来到了美国 结果他自己找到的这个老公 就是他七年以前这个同学要介绍给他的 是同一个人 可想而知 今生的姻缘跟前世一定是有关系的 这都是注定好的 是没法改变的 除了我们学佛人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然的话 你很难去改变 你是讨债的 还是来还债的 这也都是注定了的 没法改变 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一劫 他是带着钱 真的是万贯家产 带着来美国买了几套房子 跟这个男人结了婚 十几年的婚姻当中 但是这个男人呢 一点都不珍惜 一点都不爱他 心系着另外一个女人 因为另外那个女人呢 是他在曾经几年当中追的这个女孩 始终没有追到手 由于我这个朋友的出现 他跟他结了婚 但是呢 心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还只是在一个餐馆打工的一个女人 所以后来呢 他就经常会去这个餐馆吃饭 跟这个女人去聊天 只要看到他 他心情就很愉悦了 所以你看 这个缘分啊 其实已经是注定的 他很痛苦 他就觉得这样继续下去不行 想离婚 但是种种的言语又离不了 后来呢 他就在一个梦境中 他梦到了他们三个人的前世的一个故事 他就在这个梦境中呢 感觉到 他是一个开车的 这个车上呢 坐着这个老公和那个女的 好像谈笑风生 感觉像两口子的感觉 突然出了车祸 他把这个男的给撞死了 他就一下子豁然明白 可能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前世的因缘造成的 今生他就是来还债的 他现在就放下了很多 虽然没有离婚 但是他放下了这个情志 他不再像以前 可以拿着自己的命 去换这个男人的命 所以这也是佛菩萨的加持吧 让他知道我们学佛人 最终都要放下 什么财产啊 家庭啊 老公啊 孩子啊 这些通通都要放下 只有阿弥陀佛 网上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个网上看到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应该也属于很真实 有一个上海女孩 她就在讲 她的婚姻很痛苦 她的丈夫2006年 和她的前女友 旧情复燃了 如今她们经常网聊 以老公老婆后称 并且还在彼此共同的网页上 贴放了她们的日记 她看了以后呢 很痛苦 一直想离婚 可是却阴差阳错的 怎么都离不成 她呢 就去找了一个 有神通的人 帮她去解开这个谜团 你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啊 有的人是有点神通 可以看到她的前世 有的人是通过梦境告诉她 那个感应到她的前世 这是种种的感应不一样 这个通灵的人呢 就告诉她 大概500多年前 山坡上住着一个三口之家 分别是一对夫妻 和她们的女儿 女儿只有四岁左右 被母亲关在屋外提罚 孩子在外面独自的哭泣 父亲于心不忍 很想把孩子抱回来 可是妻子不准 而且态度十分的强硬 因为妻子太过于强势 典型的铁石心肠 丈夫只能忍气吞声 敢怒而不敢言 窗外孩子在哭 丈夫虽然很心疼 但却无可奈何 这个通灵人看到了 今生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发现她丈夫虽然搂着她 却眼睛深情地望着窗外的 另一个女子 怅然若时 于是她就笃定地告诉了这位女孩 你丈夫不会抛弃你的 因为你们前世就是夫妻 今生的缘分不过是前世的延续而已 你今生的情敌是你们前世的女儿 前世你虐待你女儿 也不准你丈夫对女儿表达爱 因此你丈夫对女儿的牵肠挂肚 延续到了这一世 今生受业力牵引 他们成了情侣 但因为没有夫妻的缘分 所以没办法在一起 又接着说 其实你和你丈夫的夫妻生活 还是很和谐的 这个女孩也承认了 我只是没有办法接受她的感情上的出轨 所以很郁昧 一直想离婚 这位通明的人笑了笑告诉她 你们前世就是夫妻 今生也是注定的 你离不开你的丈夫 即使尝试过很多次 但离开一点 又会不由自主地靠了回来 这是因为你们的缘分未尽 你丈夫和你前世的女儿 也就是她现在的女友 他们没有夫妻的缘 这个女孩今生的婚姻不好 她丈夫特别的花心 而你的丈夫因为你太强势 不温柔 她从你这儿得不到爱和温暖 因此两个内心空虚的人 只好通过虚拟的网络 在彼此的身上找到安慰 可是一旦见面 又会觉得不合适了 听完这个通灵人的说话 这个女孩立刻就说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的很对 以前那个女孩也在博客说过 无法真正地爱上我的丈夫 于是就给了她一点建议 首先你有一颗男儿心 你丈夫人很好 如果你要维护好夫妻的感情 你就要学会温柔 给她体贴 你们是善缘 要是真离了婚了 下一任就会来一个 惩罚你的恶汉 其次 你要给丈夫更多的自由 克制你的控制欲 别处处压制她 前世你就是这样的 处处压制她 不允许她保护孩子 今生该放飞她了 不但如此 你还要想办法升华 多多关心你丈夫的前女友 她是你前世的女儿 前世你当母亲时虐待了她 今生该好好弥补这份过错了 尽量将恶缘转成善缘 这样慢慢的你们就会好了 说完这些话 这个女孩一下子就明白了 然后就到谢 谢谢你给我了一把心灵的药吃 我现在的内心充满了光明 其实我们看了这些故事以后呢 知道了因果报应真是不虚 我们的缘分也都是前生带来的 是我们前生欠的 今生来还 有了佛法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开启智慧 有佛法就有解决的办法 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大门 这个门打开了 我们才能学会放下 放下了你就快乐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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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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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salw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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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